维他命B12也称为骨氨素 英文名称Cobalamin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重要营养素 我们身体中许多基本主要的功能都需要依赖维他命B12 包括维持人体神经系统健康 确保大脑正常运作以及新陈代谢和红血球细胞健全成长 此外 维他命B12也是预防各种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营养素 由于我们身体无法自动产生维他命B12 所以必须通过日常饮食来摄取充足的维他命B12 如果长期缺乏维他命B12 就有可能引发各种维他命B12缺乏症状 维他命B12主要的来源是动物产品如肉类、内脏和奶制品 而对于纯素食者来说 通过强化食品也是摄取维他命B12的最佳方法 健康就好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 8种维他命B12缺乏可以吃的食物 我们马上来来看看 什么食物含有丰富的维他命B12 节目即将开始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喜欢健康就好推荐的视频 觉得不错的话 你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通知和点赞我们的视频 好的 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第一 贝壳类海鲜 补充足够维他命B12是保持神经和血细胞健康 平衡大脑功能、情绪和对抗疲劳的要素 大部分贝壳类海鲜的维他命B12含量都很高 当中 隔离就是其中一种维他命B12含量最高的贝壳类海鲜 你知不知道 每份隔离所含的维他命B12含量 能提供每日建议摄入量的1868% 此外 每份6盎司的牡力含有大约27微克的维他命B12 是每日所需的10倍以上 贝壳类海鲜也还含丰富的瘦肉蛋白和铁质 对改善贫血非常有效 因此 在日常饮食中加入各种贝壳类海鲜 有助预防因缺乏维他命B12而导致的永久性神经或细胞损伤 第二 鱼类 鱼是大家公认的健康食物 吃鱼有助大脑、心血管、眼睛和免疫力的提升 想要身体更健康和预防各种疾病 你应该每星期选择吃一两次鱼类 尤其是含丰富维他命B12的深海鱼或淡水鱼 如金枪鱼、三文鱼、尊鱼或青鱼 这些鱼类所含的维他命B12 Omega、三脂肪酸和优质蛋白质 都是身体不可或缺的营养来源 一份3盎司煮熟的三文鱼片 就含有超过2.4微克每日所需的维他命B12 那如果你比较爱吃金枪鱼 无论是罐装或新鲜烹煮的金枪鱼 它都能提供身体足够的维他命B12 第三 鸡蛋 吃鸡蛋可以降低患心脏病风险 提升大脑记忆力 改善视力 增强肌肉力量 以及帮助减肥等多种好处 鸡蛋也是维他命B12的其中一个来源 一个煮熟的鸡蛋还有大约0.6微克的维他命B12 也就是每日所需的25% 但是 由于鸡蛋中的维他命B12主要来自蛋黄 况且蛋黄比蛋清还有更多的维他命B12 所以如果你想增加维他命B12的摄入量 你应该吃整个鸡蛋 第四 牛肉 我们的身体每一天都需要2.4微克的维他命B12 一份3盎司的烤牛里集含有将近1.5微克的维他命B12 提供人体每日所需量的60% 无论你是喜欢吃牛扒 牛肉汤或牛肉汉堡 任何牛肉部分都能提供你足够的维他命B12 根据营养专家建议 吃牛肉应该选择瘦肉 并且尝试烤肉而不是油炸 此外 由于牛肉的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 也不鼓励频密地吃牛肉来获取维他命B12 这是因为摄取过量牛肉中的饱和脂肪 有可能会造成动脉阻塞 增加胆固醇水平和患心脏病的风险 第五 动物肝脏 维他命B12是确保人体正常造血的重要营养素 而铁是构成血红细胞蛋白的主要成分 人体缺铁容易引起缺铁性贫血 动物肝脏也是获取维他命B12合铁的重要来源 动物肝中的铁不仅含量高 而且比较容易吸收 常吃动物肝脏 可以为造血机体提供所需的营养素 动物内脏如猪肝 鸡肝 鸭肝 鹅肝是属于比较温性的食物 适合一般人食用 尤其是对于那些躯体性贫血的人士 但是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动物肝脏中的胆固醇含量相对比较高 长期过于依赖吃动物肝脏 可能容易导致健康问题 所以建议您在日常饮食中 最好限制每两三周吃一次动物肝脏 以及控制摄取的分量 第六 乳制品 经常吃乳制品也是摄取 维他命B12的几家食物来源 牛奶 乳酪和酸奶 都能提供身体每日所需的维他命B12 以及其他的矿物质 蛋白质和维生素 有研究表明 牛奶和酸奶中发现的 骨氨素形式似乎具有很高的生物活性度 而且酸奶是一种富含有益细菌的食物 经常吃酸奶可以滋养身体肠道内的微生物群 从而有助于保持身体各种新陈代谢和提升免疫力功能 一份6盎司的希腊酸奶就含有1.3微克维他命B12 而同样分量的普通酸奶含有1.04微克维他命B12 乳酪除了提供维他命B12 还包括强健骨骼的钙 蛋白质和维他命A 因此 每天食用牛奶 乳酪或酸奶 确实是预防各种维他命B12缺乏症的好方法 第七 肌肉 想要确保你的身体 不会受到维他命B12缺乏症威胁 多吃肌肉 确实是摄取维他命B12的另一个好方法 因为肌肉是瘦肉蛋白的主要来源 而肌肉的脂肪含量低 一个去皮鸡腿含有0.39微克的维他命B12 或者一杯鸡胸肉丁也含有0.45微克 所以 每星期吃肌肉 可以帮助你达到每天的维他命B12目标 况且 肌肉的蛋白质含量比牛肉 猪肉 三文鱼 鸡蛋还要高 有助于增加肌肉和消质减肥 第八 强化食品 大多数人可以从各种动物肉类产品中获得维他命B12 然而对于特定素食者人来说 只能从强化食品或补充剂中获取维他命B12 有研究表明 如果你是一位不吃任何肉类产品 牛奶 乳酪和鸡蛋的纯素食者 又或者你没有摄取足够的蛋或乳制品 你有可能会很容易因缺乏维他命B12 而导致身体出现各种症状 你应该在你的素食饮食中添加强化维他命B12的食品 或通过保健专业人士配给的B12补充剂 来弥补维他命B12的不足 早餐穀物 豆浆 杏仁奶 豆干 天贝 非乳质酸奶 强化营养酵母等等 都是素食者的维他命B12食物来源 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就好介绍的八种 维他命B12缺乏可以吃的食物 这些食物都是身体不可或缺的重要营养素来源 我们每天都需要维他命B12来确保身体健全运作 尤其是素食者 老年人 孕妇和哺乳妈妈 如果长期缺乏维他命B12 而且又置之不理 就很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维他命B12缺乏症 所以 经常补充足够的维他命B12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 希望各位观众在2023新的一年里多多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生活更健康也更长寿 预祝大家兔年薪好运 事事如意 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以上节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别忘了订阅健康就好 关注和支持我们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和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健康就好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